听力退化或受损影响生活社交与自信 严重的话往往需要仰赖助听器 但还要花钱购买 对经济弱势的民众来说更是一笔负担 在因缘计会下 先议员张秋明媒介罗东援建听力中心 免费捐赠助听器要给中度以上的听损者 那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宜然献民知道说 听力保健的重要性 也让助听器真正可以送到 真的有需要的人的手中 那我们本次的助听器 都是以爱心用途为目的 然后我们希望使用这种耐用性的产品 然后没有耗材 然后让长辈们能够很简单使用 然后很轻松的 就可以让他们有个听力辅具 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听觉健康 配合活动赠送的助听器 外形像一般耳机 而且还有蓝牙功能 使用外接式充电 不需要频频更换耗材 只要需要中途以上 它也会免费提供给它使用 这次也很大心 很大心说 免费耗材 就是说免费捐电池 冬天的民众 或是说有的都比较多了 我们就免费捐电池 只要你 如果要捐捐的时候 我们就要插在我们的插头上面 它自然队来给你充电 每一天都从这个 做天气 准备到好好好 让每一个冬天的民众 出外可以很开心 免费人在那里笑 但不知道你笑我们 心情就买起来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 县议员张秋明服务处 领取服务卡登记 再到原舰听力中心接受筛检 活动到今年12月31号为止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黄竜汐访报导